Hello大家好,我是Cynthia,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美国基础教育里面,特别是小学教育阶段 到底什么样的几个方面是我认为它比较厉害的 或者是比较强的一个方面 很多朋友都想要比较基础教育到底是国内比较好 还是国外比较好 在这里的话,其实每一家人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比较好的部分,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我认为美国的小孩 普遍来讲,他的体育运动是非常强的 无论是选择各式各样的运动 还是说他各种运动练到的一个专业的程度 或者是一个体育的强度,都是非常惊人的 为什么我这么讲,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在我们小学里面,五岁的小孩就是上Kindergarten 第一年小学K的小孩 他都可以在我们的马拉松的比赛里面跑上几千米的距离 而且是在半个小时之内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 我真的是自愧不如,长那么大 也没有办法去跟这些小孩一样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跑上几千米 而且都不带喘气的 可想而知,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运动这个基础打得有多牢 因为在学校显然是这么一节体育课 无法让大家练就这样的体能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他们的兴趣爱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放在了体育运动上 例如跑步,冲浪,或者是足球,篮球,各类的球类运动 还有单向的跟团体的 都是作为这边小孩的一个 在小时候兴趣爱好的首选就是体育活动 那么我认识的小孩里面 有一天练四五个小时各种运动的 每一个星期练四五天这样的不间断的 这些运动都是由专门的教练来参加 家长也是乐此不疲的 带着小孩去奔波在各个训练场地 去换不同的装备 然后时间上还要安排的非常精细 因为有可能他一天要打两到三场的不同的球赛 这样看下来我真的是比较佩服 家长跟小孩这样的体力跟热情 对待体育而言 美国绝对是一个以体育为乐趣的国家 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 从小就开始培养起这样的一个浓厚的训练体能 去专注挑战自己身体的一个极限 这些也是对他们今后长大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一个承受能力 还有身体健康的体魄能够支撑他未来走得更远 这都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美国小孩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 就是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 而且阅读的量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你任何的学科在哪一个年级 每一个老师跟社会都是不停的鼓励你再去阅读 而且阅读的科目是不限制的 所以你可以涉猎到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资源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 社区的图书馆就会给你做很多的storytime 每个星期都有人给你专门的讲故事 去激发你阅读的热情 还有图书馆或者是社区的一些活动中心 它都会让你举办这样的阅读比赛 比如说在五岁之前阅读到一千本书 这样的一个激励的过程 让小孩不停的去养成学习 跟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 对他今后的任何方面的涉猎 跟他积累知识都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美国小孩的阅读量是相当的大 而且在日常的课堂当中 动不动就是给你发很多的阅读资料 每一天都在不停的阅读 相信这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之下 对于他今后初中高中大学 乃至于做研究 未来的这个发展 是奠点了一个坚实的文字的阅读的基础 第三个我认为非常显著的一个特色 就是美国的小孩真的是特别特别能说 这一点跟我们小时候还不太一样 我们小的时候是以遵守课堂的纪律跟秩序 要老师提什么问题 你就回答什么问题 这样方面是比较有讲究的 但是像这边的小孩 他更多的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让他去学会跟别人讨论 或者是甚至于争论 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 做presentation做演讲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玩具 去向全班的同学大声的骄傲的去介绍自己的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他有什么样的特色 他哪一点好玩 让我非常惊叹的就是三四岁的小孩 他就可以站在那个教室的中间 大声的慢慢的去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一点是我们非常期盼我们的小孩 在未来能够达到了一种能力 就是可以当众的去演讲去讲话 去不惊不差 不卑不抗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 以一个幽默诙谐又深度的方式 去讲述自己的一个认知 去跟别人一起聊天 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显著的一个能力 就是美国的小孩确实特别能说 以上这三点就是我观察出来 美国小孩比较显著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特色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你也有别的观察到的一些感受跟想法的话 欢迎你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请你点赞分享跟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